而现议员黄正复在总咨询中则提出了协助中低收入户脱贫 减少交通事故、奖励私有地、设立停车空间等三大议题 希望能够解决相关的内容 现议员黄正复在总咨询时提出 据各银行数据提出了花林县民间存款相当的高 但中低收入户也逐年成长 建议花林县政府社会处可以以一条边的方式 协助中低收入户就业脱贫 以及减少三大路口的交通事故 奖励花林市区的私有空间 增设为停车场减少停车的问题 我们根据资料发现我们这个12年来 我们的中低收入户或是低收入户的这个户数 一直在增加 这个都是我们花林应该要关心的这个弱势族群 我希望县府赶快提供一个一条边市的一个服务 让他们的就业机会能够增加 让他们的收入能够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花林县这个多年来 这个虽然说这个死亡 车祸死亡人数一直在递减 可是相对的就是车祸受伤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 这个十年来大概增加了一倍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各这个事故频繁的路口 它的交通设施能够多改善 然后我们的一些勤务能够多加强 然后保护我们乡亲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最后一点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花林市一些区域的停车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各县市都有所谓的民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奖励办法 我们敦促花林县政府赶快来设立这样的奖励办法 不管是税捐也好 不管是工程费也好 不管是容积奖励也好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来订定 然后鼓励我们的民间赶快在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区域 设置多一点民间的停车场 对花林市区的中正路民里路口 民国路复兴街口 既然乡中央路二段与中山路三段路口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是否能够有相关的方式来减少A1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导 大家好 好